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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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最后一天 他亮相浙江卫视奔跑把2016跨年演唱会 与队友穿梢表演歌曲冬结 并演唱节目主题曲Be a Man正式走进娱乐圈 肖战随X9少年团推出过同名数字专辑X9 在上海举行了以一己之名为主题的演唱会并在多家卫视的晚会上表演节目 积攒了一定的人气 2018年10月5日 肖战推出了个人声乐单曲满足 2019年肖战因为主演陈情令爆红 顺利转型为演员 片约不断 但他也没有放弃唱歌事业 经常为影视剧现场 如陈情令中的主题曲无稽 朱仙主题曲问少年 庆余年 片尾曲余年 斗罗大陆主题曲策马正少年等等 收录无稽的陈情令国风音乐专辑 可谓是近年最热卖的影视剧专辑 上线仅4个小时 在音乐平台上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65万元 而肖战曾在南京演唱会上献唱这首歌 该唱演唱会的门票在5秒内受空 此外还有超过300万人付费 收看了演唱会线上直播 2020年4月25日 肖战又以一手光点 打破无稽创下的辉煌 光点上线9分钟 累计销售30万张 达到了白金唱片成绩 在一天内销量2548万 创造数字专辑发行24小时内 销售最快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最终这首歌位列2020年 全球数字单曲唱肖榜第7位 同时光点还获得了 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十大金曲等奖项 除了成绩华丽的竹石光点无稽 肖战还与多位艺人合唱宣传冬奥歌曲的《相约北京》 在央视重阳节特别节目上 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 重新演绎爱国歌曲《红梅赞》等 这些也都是被一时热议的热门曲目 由此看来 肖战不仅是一位演员 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歌手 肖战陈情令开播两周年 两年时间见证了她的优秀与成长 6月27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 今天是肖战陈情令开播两周年的日子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 仙衣怒马 自已潇洒的白衣少年牢魏无羡 以一腔孤勇闯入我们的世界 所有的笑与泪时至今日还历历在目 不知不觉间两年时间了 现如今想来 遇见魏无羡真的非常有幸 因为魏无羡让更多的人们认识了那个优秀且善良的大男孩 也因为魏无羡让这个善良的大男孩将他的光芒彻底散发了出来 两年时间里 肖战饰演的魏无羡取得了太多耀眼的成绩 从火爆国内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魏无羡所带给我们的早已不仅仅一部影视剧中的角色那么简单 更像是一个刻在记忆深处的美好回忆 而粉丝们在这个重要的节点留言表示道 我最近爱的战舰 两周年快乐 另外 还有不少粉丝留言道 谢谢2019年的夏天 有幸遇见魏无羡 当然 在魏无羡与我们见面的两年时间里 肖战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带给我们魏无羡的同时 也带给了我们更多优质的影视剧 以及同样让人难忘的角色 除此之外 两年时间里肖战也将他身上的众多优秀美德彻底地传递了开来 与几千万粉丝一起成长的同时 也带给了人们巨大的温暖跟鼓励 天道酬情是肖战成长过程中最真实的写照 其实 回顾起来肖战从出道至今 他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魏无羡是他在努力这个过程中非常耀眼的一环 而他能获得大众的喜爱 也正是他一直以来努力认真的结果 当我们熟睡之时 或许肖战还在努力地学习 当我们在玩游戏或者逛街时 肖战或许还在练习着台词与锻炼着自己的演技 作为一名无数人们喜爱的偶像 天道酬情这几个字可以说在肖战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他优质的品格更是让在这个热心悦意的娱乐圈 显得那么的出众 那么的与众不同 保持初心的同时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肖战带给人们最真实的感受 不管是魏无羡又或是五号等等 肖战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是显而易见的 而他的努力与热爱也让他不断地登上新的高峰 踏入了全新的殿堂 那就是从青年演员转变成为了青年艺术家 如果说肖战从踏入演艺圈开始 就是一场考试的话 相信只要了解过肖战的人都会给上100分的成绩 而在未来的时间里 几千万粉丝也将继续陪伴着肖战 并且时刻期待着他带给我们更多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中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